中国大陆哈尔滨大学的科学家就成功把一只老鼠的头移植到另外一只老鼠身上 结果老鼠还可以做出睁开眼睛还有呼吸等动作 但目前只能活几个小时 科学上的突破往往都是从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开始发想 而现在哈尔滨大学的任小平教授正在挑战另一个不可能 头部移植手术 老鼠的脑袋遭到替换宛如科幻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 现在真的被任教授实现 他的研究小组至今已对超过一千只老鼠 做过换头实验换了头的老鼠最长可以存活数小时 头移植呢它是应该说是最后的一个人类医学的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从来没有面对的 虽然这可说是人类医学上另一项创举 然而任教授的研究却也引发了相当的道德争议 如果到最后连脑袋都可以替换的话 到底一个人的定义该是什么才好呢 但是任教授认为头移植上的医学突破力将远远大于弊 例如对得到绝症的人来说可能是让生命继续延续下去的一大福音 任教授团队再来也打算在猴子身上进行实验 然而在医学不断挑战既有伦理框架的同时 再来会面临到的各种问题也将是大家持续关注的重点 国际中心省卫生编译 他们证明的读wid